两岁型妹妹的悲剧 而且就是在妈妈出门倒垃圾的短暂片刻 传出枪声 这把枪是五岁小男孩去年的生日礼物 是一把儿童专用的点二二口径来副枪 厂商用卡通化的蟋蟀还当作卖枪的吉祥物 另外更推出所谓小女孩专用的粉色枪系列大打广告 我们来看一下全美民间枪支的数量 总共有两亿八千多万支 一年的枪支买卖交易金额高达三百二十亿美元 三件大事凸显了枪支问题 在去年底康州枪击案造成了二十六死震撼了全美 于是到了今年四月初 康海提克州的参院通过了全美最严格的枪支管制法 四月中的时候 美国总统欧巴马打算把这个严刑峻法推展到全美国 但是在参院表决没通过 欧巴马当天沉痛的说 这是美国最可耻的一天 而今天传出又同持枪误杀人的惨案 枪支问题再被凸显 住在美国南部 肯德基州的两岁女孩卡洛林 四月三十号 在家中意外被五岁的哥哥持枪打死 当时五岁的哥哥手中拿的是一把儿童专用的 点二二口径来福枪 那是他去年的生日礼物 这款枪的制造商 在官网上是以我的第一把来福枪做宣传slogan 甚至用蟋蟀做吉祥物 简直把枪支当成玩具再卖 款式一大堆就连粉红色的枪都有 网页甚至规划爱用孩童的建政专区 这样的行销手法在我们看来实在很难理解 但对枪支盛行的美国来说 却是文化的一部分 在这起枪杀悲剧发生的当时 母亲正在家中打扫 却在她短暂出门倒垃圾的时候 听到了枪响 可是美国近来枪击暴力实在太严重 尤其去年12月 康州小学26死的枪击案发生后 促使欧巴马政府积极推动更严格的枪支管制法 但法案却在上个月遭参议院否决了 批判美国的枪支问题 奥斯卡最佳纪录片 科伦拜校园枪击事件 就指出美国的枪支文化 其实是从小扎根 看起来才念幼稚园的男童 却能熟练的上堂打靶 美国勇枪派对枪支的执着 却奏成不断有孩童 误扣扳机伤人的后果 上个月在田纳西发生 四岁男孩枪杀48岁妇人的案件 几天后在纽泽西又发生六岁男孩被四岁玩伴枪杀的意外 光是2011年 全美就有14000多人在枪械意外中受伤 超过3500人是13岁以下的儿童 如今又一起 两岁女孩死在哥哥枪下的人伦悲剧 这一连串的意外 势必又在引起美国社会对枪支管制的检讨 只是美国宪法保障人民拥有枪支的权利下 反枪派和勇枪派还将继续角力下去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focus转向欧洲 应该说是全球会势了 为了抢救疲软的经济 欧洲央行降息一马 这个立刻带动欧美股市全面起扬 美国股市的标准500指数 又立刻创了历史新高 在今天看到两个曲线 美股呢 净扬了130点 收在14831点 下面这条蓝线是今天的台股 也小涨6点 收8135点 来到一年半的新高 由于欧洲央行暗示还可能再降息 所以欧元还会有贬值的压力 这就使得美国日本货币宽松 压低汇率之后 欧元也加入了这个贬值的行列 相对的像我们的新台币 和对岸的人民币 升值的压力再度增强 对于出口的冲击 立刻也转强 欧洲的数据显示 经济已经越来越贫弱 让欧盟领导人出面喊话 要求赶快拼经济 欧洲央行会议昨天确定要降息一码 也就是0.25个百分点 来到0.5%的历史新低点 德拉基的讲法被认为 暗示着为了还是有降息的可能性 也因为欧洲要刺激经济 让欧美股市向上反应 标普500指数还创下了1598点的历史新高记录 问题是欧洲降息增加了欧元贬值的压力 在美国日本欧洲这几大经济体都采取货币宽松之后 货币战争似乎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 从整个国际大的环境来说 我们都不鼓励也非常严格对竞争性的贬值 现在人民币升值的力道又加强了 人民币一路升值 礼拜四最高到了6.153对亿美元 货币升值对出口当然有很大的伤害 中国大陆三月份已经出现贸易逆差 四月份的新出口订单已经降到萎缩区 台湾现在消费疲弱出口也有隐忧 今年第一季出口金额726亿美元 年增率2.4 几乎是原本预估目标对半坎 现在又增加了欧元可能贬值台币升值的压力 行政院长江一华准备提出的短期刺激经济的计划 动作恐怕要快一点了 TVBS综合报道 刺激经济在很多层面有很多方法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日本的大和剧经济再推强棒 这次是林赖瑶主演的八重之音 所谓的大和剧经济指的是长篇的历史剧 它带动故事背景的地方整个变得火热 还有像福山雅治的龙马传 让长期的历史引发日本人的狂热好奇 宫崎辉的赌机您最熟悉了 等于是鹿尔岛最好的观光宣传 这次大和剧我们提到的是八重之音 它是针对东北福岛会带来怎样的起死回生效应 非常引人瞩目 日本的NHK这一出史实大剧作 也背负了振兴福岛经济的全面期待 日本公共电视台NHK为了支持三一灾后的东北 今年度的大和剧特别以福岛作故事背景 描写幕府默契的女英豪心倒八重的一生 照当红女星林赖瑶主演 就是希望借由她的高人气带动东北观光的复兴 NHK的沉津新闻更罕见地辟出近半小时的时段 让林赖瑶近捧Live宣传东北观光的魅力所在 自从2005年NHK大胆启用杰尼斯偶像演大和剧之后 为收视族群集中在中高年的历史剧培养了新一票的年轻观众 从2008年的赌击到今年的八重之一 同样的明星包装模式不但抢收视 更成了拯救地方观光的万灵丹 以2010年的龙马赚为例 就为版本龙马的故乡高知县 带来一年535亿日币的经济效益 但要帮助灾后的福岛重新带回人潮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林赖瑶跟戏中饰演他哥哥的西岛秀俊 走访了八重之音的舞台福岛白河市 这里的历史遗迹小封城 因为三一强阵让本来雄伟的城墙严重毁损 现在是禁止入内参观的状态 白河市还有个很出名的传统工艺 曾在剧中出现过的达摩不倒翁 现实生活中穿成这项传统工艺的师傅 其实是个29岁的年轻女生 师傅还以林赖瑶在剧中的形象 特制了一个樱花版的达摩不倒翁 拍连续剧兼促进观光 NHK期盼屡创经济传奇的大和剧 也能助福岛复兴一臂之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全球经济在这两周最引人瞩目 到现在争议还没画下据点的 就是全世界第二大成衣出口国 孟加拉工厂大楼倒塌 死亡人数现在不幸的 已经证实有500人 连续两周血汗工厂过去隐藏的沉默成本 一一被兼发 今天告诉你一个最新的算法是 同样一件T恤 在美国人工成本是7.47美元 占总成本要高达57% 画面靠我这一边的是同样一个T恤 倒入了极度压榨劳工条件的孟加拉 成本变成只剩美金两毛二 于是人工成本占总成本剩下6% 美国工资是孟加拉的34倍 事实摆在眼前 但是孟加拉总理在接受CNN专访的时候 认为世界哪里没有灾难 他们的政府已经做的够多了 他说是企业压低价格 这些国际企业自己应该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 许多人都希望世界各地当红的平价潮牌 通通进驻台湾 让我们用最便宜的价格 当个走在时代尖端的潮人 只是当你在高阶潮牌店买了一件衣服时 曾经思考过 为你打板财布缝制的人 他赚了多少钱吗 环球劳工与人权协会 在2005年公布几个惊人的数据 衣服成本比例占最大的 除了布料就是人工 孟加拉的劳力到底有多低贱呢 看他占总成本的比例就知道了 而在布料价格差不多的情况下 这些成衣品牌自然都将工厂往孟加拉搬 间接造成4月24号 孟加拉这栋成衣工厂大楼崩塌 而就在他倒塌的前夕 当地电视台就拍摄到 大楼的墙背上有明显的裂缝 工人们拒绝上楼工作 既然执法人员都禁止工厂继续运作 工人隔天一大早 却又被经理逼迫上工 意思是说 孟加拉的公权力是荡然无存了吗 孟加拉总理上CNN 接受主持人阿曼波的拷问 便解说 世界哪里没有灾难 孟加拉总理从头到尾强调 他们已经做很多了 把过错全部推给了前执政党 听起来全都是别人的错 但是孟加拉政府确实是优厚的免税政策 出卖自己人民的廉价劳动力 才能吸引大量外资投资服装产业的 CNN主持人 孟加拉总理是否担心外资抽腿 总理大人更是淡定 大家都有责任 要改善的地方又太多 听到这里我们也只能替孟加拉成衣工厂的劳工们祈祷了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换个角度看南亚 印度的第一部电影在一百年前的今天上映 所以举世闻名的保莱坞一百年了 保莱坞确实值得印度自豪 我们来看的是印度年产一千多部自制电影 光是国内票房一年就有美金二十二亿 在印度看一个电影平均一张票价不到美金一块钱 再来看好莱坞好了 年产量呢 大概五百六十部左右 在美国一年的票房却可以赚到美元一百零六亿 平均在美国看张电影的票价美金七块多 保莱坞的整个制片规模 确实已经超过了美国的好莱坞 印度人对电影的狂热 在一百年来支持着他们自己的电影 有的地方啊 印度人即使要搭很久的车子 甚至一个小时 他们也会全家每个星期向电影院报道 这是2013年印度十大最受期待的商业剧片 南中就要是保莱坞三大可汗之一 沙鲁可汗 让我们倒带将时光推回到一百年前的今天 1913年5月3号 印度第一部电影上映了 片名叫做哈里许昌德拉国王 咦 怎么没有声音呢 印度片不是都要唱唱跳跳吗 一百年前那可还是抹片的时代 配乐没有影像黑白 这不是我们心目中的保莱坞片 这才是我们熟悉的保莱坞片 为了庆祝印度第一部电影上映一百周年 保莱坞特别拍摄了一部大堆头电影梦买之音 来纪念这个里程碑 还将在5月15日登场的坎城影展盛大手印 梦买之音中有个小男孩梦想当大明星 而这也是许多印度人的梦想 要在已经有百年历史的保莱坞业 占有一席之地很困难 跑龙套跑一辈子可能也跑不出什么名堂 当大明星大制片大导演的捷径 是你要有个有名的老爸或是老妈 而这种垄断的情形在印度尤其严重 穿着华丽的架装 头戴安全帽 骑着素可达 要和新颖的男人在中印边界的班公湖重逢 三个傻瓜的女主角已经成为粉丝心中的经典角色 而饰演她的演员名叫卡雷娜·卡普尔 卡普尔这个姓氏正是保莱坞第一世家 从卡雷娜的阿兽开始综合保莱坞超过80年 没有家族辟印 外形才华又不突出 放弃明星梦的人总是远远多过美梦成真的人 庞迪亚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她每天一大早起床做的第一件事是念诵经文 这是因为她的新职业是一名印度教教士 工作改变了不变的是她对保莱坞电影的热爱 她每个礼拜都会跑来这家小戏院看电影 而这种廉价电影院最近在印度很受欢迎 因为她都开在偏僻的小城镇 让热爱看电影的印度乡下人再也不需要周车老顿 而这种廉价戏院也带动其他产业 蒋大哥表示他现在每天忙着在客人往返廉价电影院 以前一整天的收入才6块钱 现在一天可以赚10美元 从第一部印度片上映 1913到1920年这段萌芽期 印度一共推出了20部电影 到了2012年电影产量将近1500部 在未来的五年之内 印度电影产业的规模将从20亿美元增加到了36亿美元 超越好莱坞 证明一百年过去 印度人对于电影的喜爱有增无减 TVB新闻综合报导 不是很多人在电脑上看电影 今年全球第一季的平板电脑出货数字出炉了 MIT品牌华硕不仅年成长率高达3.5倍 全球排名已经挤下了亚马逊 登上全球市战三哥的宝座 华硕自己预估 今年平板出货渴望达到1200万台 市战率渴望维持在5%到10% 如果下半年的需求增加 华硕的出货目标还可能再度上锈 看电影听音乐 平板电脑轻巧好携带 带动需求持续成长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IDC统计 全球平板电脑手机出货 多达4920万台 比去年同期暴增142.4% 其中台湾品牌厂华硕 成长幅度最惊人 高达三倍以上 奥式三星及苹果 排名第三是我们的意料中 平板这边我们是要大于1200万 那如果下半年的情况更好的话 也有机会在网上做一些提升 华硕和Google合推Nexus 7出货大要劲 加上变形平板策略奏效 激励华硕 第一季平板出货达270万台 市占冲破5%以上 一脚踢开亚马逊的Kindle 登上全球平板三哥宝座 虽然苹果仍遥遥领先 但市占却跌破四成 显示Android的平板电脑威胁很大 华硕内部评估 今年平板出货目标 渴望冲上1200万台 市占率也将维持在5%到10% 稳坐平板三哥没有问题 连行电脑今年比较有可能是衰退 有可能不到两台 那因应这个趋势 所以平板也是我们着重的一个重点 苹果掀起平板电脑大革命 对传统NB市占蚕食侵吞 根据研究机构预估 今年全球平板电脑出货量 渴望高达2.4亿台 将正式超越笔记型电脑的2.07亿台 品牌厂嗅到风向球 积极往平板靠拢 红机不只传出要推第一款 8寸Windows 8平板Iconia W3 3号纽约发表会上 触控NB Ultrabook也将一同亮相 在5月起陆续上市 那Notebook这一块的市场的话 在这几个族群里面 过去他们因为没有Tablet 全部都会买Notebook 那现在Tablet出来之后 他们可能就会这一块市场 应该就很难再回得来 之前红机在平板市场里面 琢磨并不多 甚至推出平板都没有人晓得 可是这一次我们看到他在5月份 他大张旗鼓的在纽约要举行发表会 也可以证明他开始重视平板这个市场 华硕6号将召开法说 对今年的市场看法 出货展望将是关注重点 而全球平板大混战 台湾品牌也不缺席 将持续攻城掠地 TVB新闻 肖明镇戴源丽台北报导 提到买东西来看的是本周最聚焦的话题 恐怕是所谓的中国大妈扫黄金 打败华尔街 做空大鳄这种说法 但是今天央视的知名主持人白颜松就认为 这个新闻很多时候大陆人自己在报道的时候 带有了义和团情节 中国大妈打败华尔街 这几天 两岸媒体都用最显著的标题 报道大陆的黄金抢购潮 大妈真的战胜了金融巨额吗 激情过后 大陆媒体开始有不同的声音 我就注意到近一两天 中国的好多媒体标题 特别具有这个义和团情节 大妈和华尔街 多空对战的精彩故事渲染成分居多 却揭露出大陆经济当前的一个大问题 如专栏作家徐达内写的 中国大妈从抢盐到抢黄金 反映的正是财富水平提升后 大陆百姓的金钱观 已经从生活焦虑转换为投资焦虑 就是钱多惹的事 就是说明现在老百姓手中这个余钱 包括一些投机者手上的钱实在是太多了 也就是中国市场的流动性过于冲突 目前大陆民间储蓄余额高达40兆人民币 这些热钱买房会碰上限购令 买股八成被套牢 存进银行 那更是赔定了 今年中国的CPI是3.5目标 但是一年的存款利率是3 说明咱们存款是负的 一年放在那里支援国家建设 自己还往里赔钱 对通货膨胀的预期 加深了大妈们的危机感 黄金成了保值最好的选择 据统计 五一小长价 上海黄金销售比去年同期多了108% 北京最大金市卖场菜市口百货销售总额2亿人民币同比高出30% 就连安徽合肥都在三天内卖出4100万人民币的黄金 比去年同期足足增加七成 他才不管以后怎么样 前提比是便宜那么多赶紧买吧 赶紧抄底 这就是中国大妈的一个逻辑 昨天大陆官方公布4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 由3月的50.9%降至50.6% 虽然还在50%的融空线之上 但环比回落0.3个百分点 显示经济扩张趋势放缓 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光靠大量出口拉动增长 大陆政府于是将今年的GDP保卫战重点 放在刺激国内消费 大妈们用千亿人民币狂扫300顿黄金 说明大陆民间不是没有消费潜力 而是还没有从储蓄保值的焦虑中 找到消费的勇气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广告之后持续要为您报道 我们要来看的是北京颁布了针对小学生 号称史上最严格的减压令 他们叫减负令 负面的负 禁止孩子在学校进骨待的时间过长 但是很多孩子却说 宁可待在学校 因为回家补得更凶 待会为您深度挖紧 欢迎回来 Focus明天是周六日假日 让人好奇 全台湾有多少初中高中国小的孩子 是完全不补习的 亚洲社会的补习情况 非常的风行 尽管学知不同 但有各种各样的补习成分存在 中国大陆的北京政府 这一次针对了北京的小学生 颁布了号称史上最严格的减负令 也就是减压令 那么要规定 他们在学校上课的时间 不能超过六小时 作业不能超过三十分钟 来看有没有办法执行 你绝对不知道 怎样让可乐瞬间变成雪碧 得了你春宁 这怎么可能呢 摇一摇果然棕色 变透明 上时间课一搭一唱 还得坚说相声 这堂课 科学家又变农夫 到学校迷你农天里 照顾自个儿种的 善苗辣椒 然后我发了两个双猫拍子 甜蜜笑容的背后 大陆小学生的压力 其实沉重无比 中国大陆儿童自杀率 世界第一 其中45%都是因为课业压力 三月底大陆卷土重来 再公布最新一波 小学生减压计划 严格要求小学生 在校时间不能超过六小时 写作业不能多于三十分钟 不过很多大陆小学生 竟宁可待在学校里 几点出门啊 周末假期一早起床 就是一张苦瓜脸 她是北京三年级的小学生 蒙蒙 学校实施减压计划之后 每天放学时间 提早到三点半钟 但空出来的时间 全被抓去进步 五项补习科目里 蒙蒙最怕的就是这一堂 你现在已经付了 会议多少个单词了 差不多一千个 这所英文补习班规模 比学校还大 小小电梯一堆人挤 一百二十班两千多个学生 最小的只有五岁 要学习的课程 听了都冒汗 这五十多月的小说 这样的习题 需要他半个小时之内 看完答完题 有一万多次 等于一分钟 要看三百多个英文单字 还没算答题时间呢 这英文大补完 孩子吃得消吗 要不就派位以后 要不就是 通过你的成绩来考试 还得学 要不然你就上了 一个派位的那个学校 那不好的学校 哎呦 差距太大 这声哎呦 说明了家长心中 有多恐慌 小学到中学的小生初 成为大陆小学生 第一场肉博赛 各个训练十八般武力 要让中学 非你不可 绝不能向胡平 由电脑抽签 决定一生命运 唱歌唱歌 不会跳舞 跳舞不会 什么都不会 本身心里边 肯定还是有一种 自卑 对 说不好听点自卑 最近呢 武汉有七对 父母放弃了城市的 优质教育 把孩子带到了乡下 放弃教化的教育体制 父母决定自己教学 每天小孩念完四书五经 最重要的就是玩 补习班的小朋友听了 觉得真不公平 考一个92分 是全完第三名 我爸就会说 你考92分 还让我给你签字 还能笑眉眉说这段话 可见小男生 抗压力挺强 有小学生忍不住 向爸爸诉苦 爸爸 我有一百万颗泪 忙忙上课 眼睛只差没眯起来 怕是已经累到 连眼泪都挤不出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中国经历市 要告诉我们 这个星期 大陆民众一窝蜂买黄金 被大幅报道 但是在上海 有钱也买不到的东西 是越来越难到手的 新车牌照 一张牌照 9万人民币 折合台币45万 等于一部 大陆国产车的价钱 也等于一个上海 普通老百姓 一年的薪水 一个月才竞标一次 上海政府 现在刚刚颁布了 新户四条 却没有办法压低车牌的标价 却没有办法压低车牌的标价 都不要啊 没有人 老板连拿都懒得拿 最后才勉强丢上车牌 那一块钱 一块钱而已哦 这车牌呢 如果拿去回收的话 折合台币五块 但是呢 如果你把它放在车上的话 它是折合台币45万 价差9万倍 号车全世界最贵的一块铁皮 它叫上海车牌 隧道里 高架桥上 平面道路 上海的交通 虽然比不上北京 但越来越堵 却是不争的事实 2013年 上海车辆预计破280万辆 当地政府预估 超过300万辆 高架都会变停车场 为了不让它步入 北京的后城变堵城 上海私人轿车牌照 19年来 都用竞标的方式发发 这里是上海的 国际商品开卖中心 如果你想要买一块 上海车牌的话 就得先到这边来登记 首先呢 你是要先花2000块人民币 相当于台币1万块钱 买到了一张标单 而这个标单呢 买到以后代表 没有竞标的资格 而这只是第一步而已 是不是蛋的吧 这位是你水啊 我爱人啊 我哪个是蛋 你下面写个名字 下面写个名字 是你本人吗 好了 购买标单的地方 里里外外都很忙 工作人员忙着收钱 门口20位不同代表公司的业务员 则忙着拉客 过来买标书是吧 看一看 泰国派公布到基地价 把你介绍一下 付费900拍中以后收 现在不收你 价钱都是900 统一 这边收费都是很统一的 泰国派公布的一个当月 基地价 普通的海之内 把你拍下来 相比个人去拍的话 中央率和价钱 都有都保详 今年四月 上海市政府制发 一万一千张车牌 竞标人数两万六千人 中标率百分之四十二 由于一个月才竞标一次 换句话说 没标到你的等待周期 是以月计算 至于车就得像他一样 英雄又有之地 一辆台币530万的保时捷 没车牌就跟废铁一样 三个月来 只能在社区发动完引擎 转个两圈再停回去 越外伤越看越伤心 只好先盖起来 另一位大陆民众 可等不了那么久 因为车子要用来做生意 拎着十万人民币的现金 买了一辆比亚迪 热闹庆祝之后 他决定到苏州挂 我这台车这有九万八左右 如果要上一个上海牌照的话 九万八还拿不下来一个上海牌照 这个牌子三百块钱 我当天回家 早上回家的下午就办好了 这么烦啊 对 这就是为什么上海路上 越来越多外定车牌 供需极度不平衡下 上海车牌近一年半来 从台币二十四点八万 到最近每个月 以台币三到四万的幅度飙涨 三月涨到台币四十四万 上海政府祭出严禁丑牌 四月才下降到四十万 一年上海光金标车牌的收入 就高达台币三百四十四亿 贵道银行都特地推出车牌贷款 上海开车成本太高 即便有车有牌的台商 为了解约成本 也不得不开始挤地铁 就连惯友的阿姨 请的时间也缩短了 请的阿姨都全天的 整天都来上班了 现在阿姨算都是周年工 一个要一千五 现在一个大概五百 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把它搞定了 十一住行欲乐 样样攀升 想在大陆生存不容易 就像这块长期看长的车牌 标下的不仅仅是一块铁皮 而是抢下永久使用上海道路的权利 您说它能不长吗 提笔笔新闻 谢谢西 陈香如上海报道 生活不容易 努力突破困难 我们接下来把Focus 从上海转进日本福岛 要来看的是日本福岛人 希望人定胜天的故事 那就是所有的福岛生产的农产品 都因为染上了辐射污染的阴霾 价格矮人一截 但是他们有办法突破困境吗 福岛核灾两年了 但随便走进一家超市 架上陈列的福岛产蔬菜 不管是葱还是白菜 价钱都比其他产地要来得低 福岛产就好像被贴了标签一样 不少人敬而远之 带着小孩的妈妈不敢买 福岛系的菜农也很无奈 福岛产的小黄瓜过去最受好评 现在缺乏人问津 价格更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 为了向消费者证明 当地农产品没有辐射污染 当地农会一家一家的验 这一天菜农带来的小黄瓜 没有验出辐射值 不过现实事 就算确认没问题 价格也回不来 拿福岛和东京批发市场 平均价格比一比 福岛产的小黄瓜就便宜了33% 芦笋价格也掉了12% 绿花椰菜34% 青椒价格更是低了66% 日本婆婆妈妈不敢买 因为日本政府对食品的辐射标准 改来改去 距离福岛河电厂只有10公里的浪江丁 原本该是绿油油的水田 但河灾后当地禁止农作 现在放眼望去一片杂草丛生 连柳树都要生根了 如果就这么放任野草长下去 以后就算想再种田 土壤平挤了也就不能耕作了 不想带带传承的土地就这么荒废 当地农家想了个办法 让河牛来除草 河灾后浮倒不少牛汁到处流浪 甚至在院子搞破坏 原本规定要被安乐死 但当地农家不舍 这位原田先生一收留就是数百头 但有关单位的条件是不能卖 且养到塔终老 现在他想让这些河牛也为福岛出一份力 福岛農家很苦 现在物流业者动起来要拉他们一把 超市把福岛产的鱼类腌制品 放在入口最明显的地方 福岛有名的监鱼 核灾后鱼货量大减 即便出海到太平洋捕鱼 一旦渔船回到福岛的港口 就变成福岛产 卖不到好价钱 导致渔民尽量避开福岛 现在超市把福岛大部分的鱼货全买下 让监鱼鱼货量比前一年增加14倍 价格也恢复到跟其他港口差不多 福岛食品要回到核灾前 路走得很艰辛 不过观光客似乎开始慢慢回流 距离福岛核电厂120多公里的汇金若松 日本黄金粥樱花满开 一台台的观光巴士最多一天200辆 要爬上著名景点赫城贴首格的民众 更是大排长龙 土产店涌进大批人潮 业绩甚至是核灾前的1.5倍 福岛这个美丽的地方正努力一步步从核灾走出来 但要重回311大地震前的光景 不知道还要多少年 TVB新闻综合报道 好我们来很快看一下目前市场盛传 Google下一步要推出的穿戴型智慧科技产品 叫做智慧手表 最新概念的影片曝光 我们看一下国外媒体的报道 这个号称是Google智慧手表的 拥有触控萤幕 有处理器 无线收发器 还具有NFC进场通讯的功能 此外呢 它是有一个前置镜头 能够透过蓝牙功能接听手机来电 有点像智慧手机 不过Google对于这个曝光的影片 现在不发表任何评论 也让很多发烧友更加相信 这个就是Google智慧手表 好 广告之后继续锁定 我们要来看的是非常感人的 断脸重生 她的女儿看到妈妈的断脸重生之后 告诉大家说 她内心的激动就好像看到 王女重生一样 待会来看本人的心声分享 Focus变脸重建的新闻一直都有 而这一次女主角靠近我这边 这是她六年前的容颜 她被离婚的丈夫泼了强茧 整个脸全毁了 后来她接受了一位女性脸皮捐赠 15个小时的手术之后 换脸成功 召开记者会 而脸皮捐赠的这位女性 她的女儿在记者会上 看了以后非常感动 她忍不住亲吻了受赠重生的塔勒顿 她说她感觉就像看到王母重生一样 让这个故事平添了更多温馨 6年前因为前夫不满离婚 直接毁掉这样一个美丽的脸蛋 塔勒顿不但被毁容 双眼全盲 整个人生跟脸蛋一样 一起被毁容 连主治医师回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 塔勒顿伤得相当严重 但是医疗团队不放弃 获得脸部捐赠 在今年的2月决定动手术 冗长的15个小时手术后 塔勒顿好不容易终于能够有完整的脸蛋见人 捐赠者的女儿看了也感动不已 透过学音乐 塔勒顿已经交了一个男朋友 现在慢慢的复原 慢慢的重拾往日的生活 虽然跟以往还是有段差距 但是塔勒顿心怀感激 因为这已经相当不容易 体育新闻综合报道 Focus明天的气象 滞留封面持续影响 所以气象局刚刚发布了大雨特报 中南部山区特别注意 所以礼拜六礼拜天天气依旧是不稳定的 我们来看一下 必须攜带雨区的周末假日 各地温度如何 好来看到北台湾 几乎都是阴有雨的天气 高温25度 低温19度 对于规划外出的全国观众来说 也许周六日不是很好的选择 我们看到在中台湾 同样是阴雨天气 降雨几率40% 南部情况一样 那么高温比较高 有27度 再来看离岛和台湾东部 连江金门和澎湖 都是有雨的天气 高温27度 花莲台东同样有雨 降雨几率很高 70% 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台湾第一例境外移入 H7N9的这位理性台商 病情已经趋于稳定了 他的心肺功能好转 院方证实已经拔掉叶克膜 但是还在插管治疗 戴上了呼吸罩 而最近天气转热 中国大陆的疫情 似乎已经有趋缓的迹象 所以卫生署已经开始 沿拟疫区的退场机制 谢谢您收看今天 TVBS的Focus全球新闻 祝您晚安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 您现在收看的是 您现在为您播放的是 2100全民开讲